这里是开口堂北美时间2021年6月27号 中午了我们下面接着讲今天第三个大问题 奥运后日本将与中国脱钩 这是来自于一个华侨 华人大概在日本 他看到了一些现象进行一些分析 所以他按这个方向 那我们听一下是不是有道理 我们讲到这个听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尚 日本东京奥运会还没有正式开始 但是日本已经坐不住了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和做法 以及日本官媒捕风捉影的一些报告与暗示 日本所有的行为和态度都指向了一个方向 日本将在东京奥运会之后 与西方国家联合制裁我国 然而美国一定也会利用90天后的一个新冠溯源报告 联合盟友及日本一同制裁我国 所以说一系列的信息会计总都指向了一个方向 就是奥运会之后 日本将开始配合美国围堵我国 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要问 你说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看 那好今天林尚就和大家掰子掰子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大家要知道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首先我们先抛开日本这一段时间 在官媒和地方媒体的一些报道 大多都是一些表的决心和态度 逐去这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报道报告 我们就实质来说一说真正正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首先在日本的一个华人要办理日本的公司账户 就是开日本公司的银行账户 已经被完全的限制了 增加了审批条件及审批时间 且很多银行都不通过审批 完全是走一个过场 这个时候大家就要问 不就是办一个银行账户吗 这个有什么关系 办不办得无所谓 这样你就错了 因为只有办理了银行账户之后 你日本这边的一系列资金还向才能汇入国内 这就是防止一个在日华人资本流向国内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这就是一个经济诈 谁都想把钱捏在自己的手里 其次日本正在做的第二个事情就是什么 日本现在正在向我国发动一个科技诈 日本这边刚刚出台了一个新的法规 就是限制中国的留学生和研究人员 接触到日本的技术 防止留学生及研究人员把技术带出日本 且日本的所有专利技术及专利产品对中国实施保密 我们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是日本新出的法规 包括日本以前一直很依赖我国的一个半导体项目 为了防止在相互的一个技术交流中合作中 日本这边的一系列的技术和所谓的科研成果被泄密 被窃取 日本决定重新出资在日本国内进行半导体的大量生产及研发工作 并且明确地表示 从6月2号开始 日本将严格审查以后赴日的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 以防止日本的重要信息技术外流 就在这个的同时 日本外汇法规定一些特定的技术信息以及专利 华人从业者或者说是研究人员留学生 包括从事经营管理的创业人员 在一系列商务活动及个人活动的时候 如果把以上资源提供或者说是售卖给外国人 就将被视为一种出口 需要获得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特别许可 而且这一次的规定最为神奇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华人在这边已经拿到了永住 或者说是多年签 按照以前日本的法律法规 超过半年的一个居住时长 他就被视为日本的一个居民 从前的被视为居民的华人是享有这种信息专利的一个交流权 和贸易权限就是贩卖嘛 但是现在不行了 即便你超过半年以上 或者说你已经是拿到永住或者多年签的华人 他都一并视为理为 违法行为 必须要获得审批才能进行 那好 这一点大家就有显而易见了 这就代表日本已经开始在切断信息技术资源专利 以及科研成果的互动与商贸往来 首先林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即便你去向日本经济产业省申请许可和审批 这个是一定办不下来的 就现在这个情况 银行账户都不给你开 你还想去审批科技信息和专利产品的一个贸易 商贸往来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就意味着日本将要切断与中国的高新间科技技术交流 同时切断与中国的商贸往来 当然他这一次首先是从这些高新间的技术和专利产品 这一块开始着手的 那如果事态恶化 我相信一系列后续的切断也会逐步增多 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题外话 就是我有一个上海的老哥 也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一直致力于上海从事登具专利的研究和开发 然而在日本这边有一个北海道的日本人 购买了他一套专利产品之后 这个日本人就消失了 我们尝试了很多方式方法都联系不到他 那这种情况又能证明什么 那这也是他在窃取我国的一个专利产品 那好 我们接着来说日本做的第三一件事 6月6号日本的官方媒体报道 日本将对日本所有国内大学里面的孔子学院进行审查工作 并要求校方在年底之前向日本政府提供孔子学院的资金来源 学生人数和事否干预学术研究等信息 日本政府现在已将中国的孔子学院视为一个情报机构的存在 如果说在审查中出现任何问题的任何一所学院都将被关闭 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我身边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冲城有孔庙就是孔子庙 这本来是冲城县政府提供的一块场地用于中日文化交流 但是现在孔子庙的这块场地被冲城当地人举报 要求其返还场地若不返还的话就要支付一定的租金 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一个矛头的指向和针对性 大家都能够显而易见地看出日本政府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很早很早就在视频里给大家说过 一切的中日关系的走向要看东京奥运会之后 虽然说现在的日本政府特别希望可以通过中国实现一个经济复苏 但是长久以来他这种忽左忽右的状态 中国也没有买日本这个账 所以说到最后日本一定会是一个非左即右的一个态度 纵观现在的一个国际形势 日本可能也到了一个要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候了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奥运会之后一切都会大变天的 关注您上了解最真实的日本 我们下期再见 好这是一个日本留学生谈到的未来的中日的走向 我们讲我们对什么信息感兴趣 一个是真实的已经定了的 这个不用说 重要的这个是作为我们判断这个规律是不是发生变化 运行规律发生变化的一个依据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分析 像他提供的这两个信息 看上去似乎没关系嘛 其实很重要啊 首先一个他讲到的一个根本开账户 就是说在两国开始恶化的时候 经济往来首先是断掉的 断掉然后技术也不能叫 因为技术会增加对方的力量 会增加对方 然后再下去一点点的脱钩 说白了就是脱钩 像日本跟中国的脱钩是早晚的事情 你像钓鱼岛 日本在军事上首先开始强硬了 包括做了很好的准备了 都做完了 尤其日本人跟是属于亚洲的 都很精明 他一般来讲都会提前做准备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跟你撕破脸 像这种情况 那么提前他就悄悄的把自己武装好了 准备好了 整个框架全好了 那么现在开始浮上水面了 所以他开始不让你开账户 就是要逐渐开始断绝你的经济来往来 然后就是高科技东西给你掐掉 后面基本上就开始排 说白了就是排共 我们讲好听的叫排共 但事实上排共中国人和共产党是分不清楚 所以你要可以讲全球排华 我们坦率告诉大家 大家不要用政治正确来跟我们嘚伯嘚伯 你记住一点 西方社会当然希望我们要区分开你中共和中国人 但是你没办法 不会是说你贴个标签 你说我说我不是共产党人家就相信了 你已经到了人家国内了 那基本上他就不会像二战那个时候跟你强行的那样情况 一般就给你留下也不作声了 不会说是采取那种极力的驱逐 除非你在搞了间谍活动 或者是双方打的不会开交的时候再说了 一般不会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国门没有关闭之前 这个国门是被动关闭 共产党已经开始关闭了 能够大家离开还是离开 我们一直告诉大家啊 这跟你所有的其他都放了落实一点务实一点啊 别到时候掉了粪坑里面在里面爬了爬不出来 然后你哭啼叫 你让一点一点办法都没有 出来的你就暂时先不要急着回去 基本上你要等上几年让形势稳定下 或者共产党倒退 至少有一方取胜的情况下才行 这是我们强调 所以他这里面谈到了几样东西 那么包括后面估计还会有增强 跟中国的关系 经济上各方面逐渐一点点都要脱离掉 脱离掉开始 所以在等着这个行动我估计会很快 那么现在不敢撕破脸 原因就是奥运会他要开 日本东京奥运会他要开 好不容易弄到一次奥运会 去年就拖到今年了都没开 所以他要开完 开完以后估计时间点各方面都到位了 到位以后就有开始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中共我相信中共的情报系统 比我们掌握的内容会更多 他们会不会提前再利用这个奥运会再放毒 如果再放毒那就后面就是加码 我们讲的对中共的消灭和剿灭会加码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希望大家把它看在心里 看在心里 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有再谈一下 谈一下一个我们有话这长无话这短 下面看看全球的一个对中共的一个围堵的一些信息在里面 唯独中共的一个全球性的进展 OK 这一段这个就是放在这 下面我们接着谈